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采集来的藤条 我们就用这些藤条制作绳子 现在我们有了藤条还需要一样东西就是一根木棒 然后需要一个平台 石头的平台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作为找不到石头只能找到这一块砖墙 也可以 这个木棒是用来打击这个藤条的 必须要用木棒 用石头或者金属打击的话 容易把藤条中的纤维打断 今天就是用木棒打击这个藤条 把藤条中的其他物质给打掉 只剩下一些纤维 把藤条中的纤维给提取出来 用这些纤维腌制成纯索 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 从这边开始 我们可以看见这根藤条在慢慢被打扁 要用力打击 为什么选用藤条不用树枝 藤条中的纤维比较多 树枝因为它比较脆 所以不适合做绳索 藤条本身是很软的 如果是树枝 它没有这么强的韧性 这是因为藤条中的纤维比较多 有些人喜欢把藤条交织在一起变成绳子 其实那种绳子 基本上和藤条没什么区别 韧性不够 并且容易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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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做多长的藤条呢 多长的绳子呢 就先做这么长吧 不用太长 太长的话耗费我时间太多 今天只是一个视频演示 先做到这里就足够了 把这里割段 好 好 我们继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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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可以把 这个藤条的外皮给剥掉了 露出里面白白的纤维素 其实外皮也是可以做绳子的 但是我们只要里面的纤维素就行了 好了 只剩下藤条内部的纤维素了 可以看见里面的纤维结构非常的密 但是我们的打击工作还没结束 还要继续来 我闻到一股香草的味道 香草的清香 是这个藤条里散发出来的 这是从藤条里面贴取出来的纤维 已经打击的差不多了 其中还有一点湿度 如果稍微阴干一会儿会更好 但是我们今天没时间了 要直接做正绳索 闻一闻非常香 有一股清草的香味 我们先把这个 纤维素分成两股 两股的数量要均等 不能差得太多 我们拿其中一节 一节出来 做成绳索 现在我们要继续把这一股纤维素分成两股 也就是一共分成了四股 注意要均等 好 好 现在我们开始编织绳索 取其中一节出来 把这两节 香� Stuff 在顶部打一个节 连接在一起 一个牢牢的节 现在 把它们两个纤维素向同一个方向旋转 向同一个方向旋转 不要反方向 要同方向 同方向旋转后 它本身进行了旋转 然后两个纤维素也会自然的交错在一起 旋转几步后 然后再用再把两骨 狠狠地拧一下 如果你是反方向旋转的话 它们是不会自然的 自然的 缠绕在一起的 并且成不了绳索 没有办法拧成一股绳 看着两个绳子都是向一个方向旋转的 这样它们就自然而然的会缠绕在一起 然后再把主绳旋转一下 我们可以看见绳子慢慢的有形状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绳子已经编织到这个地步了 这个程度了 然后这个纤维素已经编完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把另外一段纤维素接上去 继续编织绳子 因为这么短的绳子是不够长的 怎么接怎么接 我们现在来做 同样继续拧 各拧各的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接头的地方会有点粗 不过不影响绳子的使用 可以看见绳子接上了 我们继续编织 好了绳子快要编完了 今天我们就编这么长 如果你需要更长 直接在后面接上纤维就行了 今天我就编这么长 大概一米不到吧 然后我们在绳子的尾部也打上一个结 一个牢牢的结 这样一根绳子就编完了 这样就做完了一根绳子 非常牢牢牢 其实利用纤维术编织绳子的话 虽然很好 但是耗费的时间比较多 如果你没有时间 或者比较紧急 可以直接用草 按照刚才的方法编织成绳索 这是两根香菇草的草叶 我们用刚才的方法编织成绳索 那就直接在这里打一个结 这就是草绳 只能叫草绳 这种绳子相比纤维编织的绳子 肯定没有强度 这么大的强度 但是比草叶的强度肯定要大得多 能解决一般的捆维编问题 但是用来做弓弦什么的话 还是不够的 草绳我们就编这么多吧 绳子已经做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利用藤条制作的绳子 使用藤条其中的纤维素 编织成的绳子 非常牢固 你可以用它做任何事 这个绳子比藤条本身牢固很多 十几倍应该有 柔软程度也比藤条软得多 并且非常的结实 我试试看能不能把它拉断 再用脚 非常结实的绳子 好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结束了 谢谢大家